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空中秒看台湾东北角的微笑海湾 头城是可以近距离关海的主要景区 而这座拥有八角楼的公园 就是过去的海水浴场 现在是头城滨海森林公园 八角楼是一栋上上下下 充满着一席古朴典雅风格的建筑物 灰阶 红砖 砌尘的阁楼 没有特别醒目的外观 但走近一看 层层螺旋向上的阶梯 形成一幅八角几何图形 透过镜头的传播 和不同网友拍摄的视角 成为网络超夯的秘境 随着园区整理开放后 现在是东北角风景区 一处年轻人爱来打卡的胜地 经过长达半年的策划和整治 头城滨海森林公园 在中华两岸自行车运动发展协会的号召与筹备下 现在来登八角楼拍照外 还有更多丰富的体验内容 品尝海洋风味的BBQ美食 在南洋风情的海岸边用餐 媲美巴黎岛的环境 是麒麟湾珍奶文化馆餐饮团队的创意 再用太平洋新鲜渔获 现场烘烤给各地前来的游客享用 海景美食大快人心 干什么 国际岛离国际岛很近的很漂亮 海鲜的话蛮新鲜的 特别是那个鱼很特别啊 对啊 飞鱼 非常的relang次 因为海洋有很丰富的生态 那整个心情就放松了 很好 而且都是原始风味 对啊 整个氛围很棒 越夜越美丽的八角楼 住立在海岸边 打上投射灯的夜景 使得投成滨海森林公园 宛如美丽的南洋风味露天餐馆 充满热情洋溢的海湾享受 让人赞不绝口 以前叫投成海水浴场 现在改成滨海森林公园 这个地方李贵恩导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龟山岛这个曙光是千年曙光心里明灯 因为它一千年就是从龟山朝日这样升起来的 难得这么有清水性 而且视野这么好的一个景点的位置 重新让它活化 对我们宜兰的观光产业 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沿着这个海边起 虽然我们西部也有海岸 但是宜兰这边的海岸就感觉特别的清爽明亮 而且空气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从白天到夜晚 投成滨海森林公园 也从一处健康的单车基地 变装成清涛长鲜的游乐园区 未来再搭配露营 跨业 影暑光的活动 微笑海湾 全方面的深星陵旅游圣地 将成为国际观光景点